老好一每日一答回答一下臭宝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臭宝说硫酸亚铁也用了 一直吊液啥毛病 首先我跟大家说硫酸亚铁 硫酸亚铁跟咱们人吃硫酸亚铁是一个道理 你说你为什么吃硫酸亚铁 你有吃硫酸亚铁的理由和道理吗 你说我缺铁了我有点贫血 那个可以吃对吧 有这个实用的硫酸亚铁 这个医用的 你比方说我大舅子掉头发 我说你吃点硫酸亚铁 它吃了硫酸亚铁还掉头发是怎么回事 就跟你现在问这个问题是一毛一样的 硫酸亚铁又不管掉头发 又不管掉叶子的事 它只是说能够适当的去补那么一丢丢的铁元素 而且它还容易被氧化 氧化之后就形成了三架铁 还不被植物吸收 还容易烧化 你说试这个道理吧臭宝 所以说你用硫酸亚铁 根本就不对质了 你看这个臭宝的杜鹃 它明显的就是水大缺光通风沙 对不对 你用硫酸亚铁它管什么用 掐过来 这臭宝有时候就想不明白 现在怎么办 给竹光照 摸摸盆土不干就别老浇水了 该用肥料的时候用一些繁肥水 用肥料硫酸亚铁 严格意义上来说不算肥料 明白吗臭宝 下个臭宝说蝴蝶兰败了以后 没长过花苞 只长叶子了 这不就挺好的吗 你养的 你想干嘛 结果死了就剩中间一颗了 你还想养蝴蝶兰给它复花 我还想呢 你知道吗 蝴蝶兰负花需要干什么吗 尤其是它吹花 它在棚里面 它需要很严苛的条件 一般来说 它是13到23度之间 就是15到23度 上下就是78度那个样子 它不会低于13度 低于13度 或者是高于25度 都不利于它开花 你家里边具备这种条件吗 还得施肥 你有这个技术吗 你还想让它复花 天哪 养的就行了 下个臭宝说 一朵花开一天就掉了 这个是缺肥嘛 这个可不缺肥嘛 你想想它重生的 一盆里面七八颗 它又在开花 开的花还那么大 它能不缺肥料吗 臭宝 这就缺肥 可以换一个大一号的花瓶 该给肥料的给肥料 该给光照的给光照 下个臭宝说 这个兰花还有旧吗 怎么养护 这个兰花基本上是无望了 感觉是冻的 家里边是不是老冷了 臭宝 是不是 如果冷了的话 这个没办法 只能靠自己加温了 如果是这种黑的话 也有可能 利用的可能是肥料烧的 或者是真菌感染 感觉像是冷 这个注意一下温度 有条件的话 可以翻一翻盆 把那个不好的部位 给它切除掉 留下好的这个部位 换一个小一点的盆 下个臭宝说 我的啥情况 缺光 连看都不用看 养草莓必须有光照 没有光照直接放弃 明白吗 臭宝 尤其是三角梅这些东西 没有光照你根本就养不好 老花一也是 也养不好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绝对不错 记得点个关注 老花一会每天给大家分享很多 有用的养花知识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软意 爱你摸摸打 白了臭宝